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高铁线路交叉 城市自然就成了交通枢纽 人口和产业都会在这聚集 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促进当地的产业升级 比如旅游和物流行业就很容易在交通枢纽上起来 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全国大概有十来个 比方说江西的九江 湖北的襄阳 安徽的富阳等等 其次咱们还可以看看城市的地理位置 离中心城市越近 潜力就越大 什么叫中心城市呢 一线城市再加上二线的强省会 因为一二线城市发展起来了 城市范围是会往外拓的 周边的三四线可能直接就划进了城市圈 比方说北京周边的廊坊 深圳旁边的东莞 核心城市的产业和资金会向这一类城市外迁 直接促进了这部分城市的产业升级和人口增加 另外还可以看一下国家政策在往哪些城市偏 比方说 一些已经展现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城市 举个例子 江苏徐州虽然还算强三线城市 但是在过去六年里 在人口 GDP 资金总量和财政收入等等 综合增幅均排江苏省第一 政策怎么偏呢 2017年国务院清点徐州为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这个支持就一下就上来了